相隔接近20年,Microsoft Power Toys 终于复活了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童年回忆 哎呀,透露了年龄 看完这条片之后,绝对可以增加大家的日常洗浴电脑的功效率 如果大家想用电脑的时候更加就手,千万不要走开啦 大家好,我是Alex,宾言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Microsoft Power Toys 这个Microsoft超级好用的小工具 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你,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马上开始,一起来到Power Toys Github 的主页 其实,Power Toys 系列工具,我一直都已经有了 但是近年,比如说Fista,Windows 7,8都没有出的 来到Windows 10,它现在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小工具,方便日常的应用 有一部分已经是新版本的Windows 来自功能 比如说ClearType,以前WinXP是没有一个工具可以给你教的 现在变成了OS的一部分 Power Calculator,SyncToy 这些 我认识的朋友都会找回来安装的 Virtual CD-ROM 现在都自动Windows 会有的 Windows 10,它们有一系列小工具 一些Utilities 都会跟大家做一介绍 立即开始,安装了它 安装这些都不同,大家很详细地说 都是去到它这个网上,跟它这边下转了一个MSI的File 下转完之后,就这样下部下部完成 那些Frame就安装了它 那我现在很快就先做它了 它说这个PowerToy可以支持 1803或以上的Windows 但是如果要用完它里面所有的功能 要1903之后才能做到的 这个就留意了 我待会也会展示给大家看 看看有什么1803才能做到的 有什么1903才能做到的 我现在照安装 当然都是要这个系统管理员模式才能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打开叫做PowerToy的东西 这里就会列出可以提供给你用的功能 这里很快见一见就是 Keyboard Manager这个是1903才能做到的 PowerToy Run这个也是1903才能做到的 那为了方便我示范 那我就立即转到Windows版本新的电脑给大家介绍了 那一个介绍Fancy Zone Windows呢 我可能会开出很多不同的东西 摆到周围都是的 Windows里面内置的 可能给你砌到左边右边的嘛 或者可能四分一架 其实就会完的了 Fancy Zone这个呢 做到多些不同的款式 也有点像可能有些Monitor的Driver 都会提供一些功能给你的 但是可能要跟厂商 跟回MON 就没那么方便了 Fancy Zone就帮到你 拼了一些你预测的Layer 很方便你摆位的 打开这个Zone Editor 那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摆法 几多个视窗呢 可能上分六格摆的 有些不同的大小 中间那个主的啦 旁边摆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啦 那你要不要留鸡位呢 还是排到慢慢的 这些都可以给你选 很人性化啊 我自己觉得 Apply呢 那我开六样不同的东西出来试一下啦 我选择了Shift Key 就是ACTIVATE SONGS 那我现在按下Shift键 试一下拉 哇 超级整齐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啊 尤其是呢 你会有一些预设的摆位 还有这里有一个Customize的 你可以自己设置一些不同的摆位 它是Flexible的 相当之不错的 介绍完这个Fancy Zone啦 第二个就叫File Explorer的Preview 什么叫File Explorer的Preview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PreviewPink呢 在我们File Explorer这里按PreviewPink呢 有一些给你预览的功能 例如 咦 现在这里是有个Subscriber的样子啦 这里按下去有个Subscriber的样子啦 PNG啊 不同的格式啊 都是可以的 PowerPoint好像不行的 但是它现在最加了一个叫Markdown Preview Handler 还有这个SBG的Preview Handler 所以呢 这些SBG格式的图片 都可以设计得到 这个很简单 介绍File Explorer的Preview啦 第四个啦 Image Resizer 可以很简单地在File Explorer那里 right click就可以一次过将一堆的Image File 改成你需要的大小 这个呢 就真是童年回忆啦 以前Windows XP的时间 我经常用的 现在呢 当然用了一些工具啦 很开心看到呢 Windows 10的版本有这个东西 一起来看看Image Resizer是怎样的啦 我这个有一个系列 4K Resolution的图片啦 那么我想它一次过 Resizer是一个小一点的Resolution 那怎样呢 right click 选择Resize Pictures 如果大家以前用过Windows XP Hardtoy的Image Resizer 根本就熟口熟面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选择你的Target 想要的Size 实例如今次我想downsize它做一个Target的样子啦 这个可以给你选择 是不是只是缩小一些图就不要放大一些图啦 正常都不会放大一些图啦 还有这个叫Resize的Original Picture 如果我是不想填成一个新的图啦 我是想改它旧的图啦 可以听你讲的 今次都很简单一点就不可以了啦 按Resize啦 那就转了一声呢 哇超快就转了它的File 多了一个Target的Size 接着就来到这个Keyboard Manager 那Keyboard Manager做什么的呢 就是将Keyboard的键 由一个键变成另一个键 那就是重新Map过这些键 譬如我按Cab Lock 我是想将Caps Lock 变成一个Enter键 那才算了 可以用这一样东西来做啦 那也可以remap with the shortcut 那我现在很快一个Demo给大家看看 remap一个Key 例如将Caps Lock 变成Enter键 可以在这里设置 设置完之后呢 那我就OK 它就会warn你说已有个键 我现在不能按了 那么继续啦 我现在按Caps Lock 按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Enter键 那这个就叫做Tree Remapping 个人就比较少觉得这东西有用的 但可能有些情况大家会用得着的 下一个就是remap shortcut 这个我猜大家有机会用得着 我想会适合一些人 它有用Mac机的 有用Window机的 例如Mac机 Command加Q Window 你只要按Window 是不行的嘛 这些情况可能就会帮到手了 我现在试这个Case Type a shortcut 例如Command加Q 即Window加Q Map是alternate F4 OK的 它就给你这样做 那我按OK了 那我现在找个NopPad来试一下 那我现在按Window Q 咦 它真的可以当是alternate F4 这样做的 这个相当好 我想KeyboardManager remap shortcut 这个反而就会帮到一些 可以用到那种Operation System 想统一回你的按键 如何按的一些朋友 之后就到一个Power Rename 就是将一堆的File Name 批次去改 我又做了一个demo 回到这堆File 这里right-click Power Rename 才会见到它们 Find and Replace 甚至可以做一些regular expression 一些标准的办法 更加精准地描述到一些pattern 第一 搞那么复杂 最简单的翻译先复杂 我这次想将Large 变成10ATP 就算了 下面立刻就预览到 究竟那些名字是怎么改的 按Rename 一按就 哇 搞定 我将刚才Large的字 变成10ATP 这个真的很棒 接着就介绍了一个Power Toys Run 看它这里说 alternate Space 这个就是Deport Tracted Key 我又试试 接着按Alternate Space 有一个Typing 样子熟口熟面 好像什么机器的Spotlight 例如我想去Nopehack 打Nopehack 就有得开Nopehack 这里特别留意到 下面有一个叫Running 的情况 让我直接用这个StartMenu 搜索 有什么分别呢 还可以找到 现在开了的App 相关的Windows 去搜索 假设已经是开了 一大堆的Excel 现在我是想开 ray-end function的那版 有打ray-end 这个就是 刚刚开了的那堆东西 里面的其中一个Windows 不用找我 然后打个名字 就可以找回我 现在开着那堆Windows 里面的那一块 这个真的超级正 尤其是你开了一堆东西 里面的时间 就立刻开得回 你要那些东西 除了是这种情况之外 Spotlight 一样是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计算 例如说 123乘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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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就是答案 这里都可以立刻 有个答案出来 这个都可以做到的 而且它都可以搜索到 还有你File System里面 有什么File 那这个就是 拍我开转 最后呢 介绍完这个叫 short cut guy 这个很有趣 按住Windows 有张猫子 告诉你们 Windows加什么 就会有什么 很User-friendly 一早应该是这样 大家可能 留意到 按住Windows 123-4-5-6-7-8-9-0 其实是可以 立刻开到 现在排序最低 几项的那些键 其实平时 不User-friendly 那些键的地方就是 省一眼看下去 怎知道这些键是第七个 怎知道这些键是第五个 要在它搜 我搜到 都可以按了 所以 这个就很好 Windows 0 那我现在立刻 开得回我要的东西 哇 这个真的非常之好 平时我是搜不到 第几个的 现在立刻就开到了 这个也有点用 相信以上介绍的小工具 总会有一些人帮到你的 今天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给你的朋友 之后也会继续有一些 关于科技应用的小提示 带给大家的 我们很快再见